有一個大前提嘛 這個案子後面是有一個高人在指點嘛 所以高人要找出來嘛 對不對 好 那麼這個為什麼高人是指點呢 因為這個高人啊 很厲害嘛 設計了一個東西 定計離開箱 這樣會打傷而不會打死嘛 那這個呢 得力的時候是怎麼樣子 是藍的得力嘛 另外那個高人會得力嘛 那這個高人可能是誰啊 喔 這個高人第九點就告訴你嘛 那就是馬跟連 是一個屍死對頭嘛 所以非智連以死不可 你沒有說馬 你暗指的這樣的結論 所以你整天的結論裡面就是 有一個高人 這個高人指點要近距離去開槍 然後才會會傷 不會死 那這個高人可能是誰 可能就是馬 你的整個的邏輯是這樣子嘛 再過來 這篇文章不但你的邏輯是如此的 可惡啊 而且你今天談的法律不是重點 那是言為而變嘛 可是你裡面散播的消息有一個什麼特點 假如今天沒有人給你拿出來 在這裡討論 沒有討論在一百萬罪 沒有討論的話 然後就說 圖緊實說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喔 這是設計過的喔 這樣子會 而且這個是會傷 不會死的 這種言論就傳播出去了 這是你要的答案 你要的目的也達成了嘛 假如沒有傳播出去呢 那剛剛沒有討論有沒有 那就這樣讓它煩了 那討論 討論都在扯一百分之一 會不會可能 不會可能 人家找回家 你找的就是這個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喔 這個就是南京內部的鬥爭 工人設計 其實阿德啦 重點在這裡啦 不是嗎 請你講話是說 你怎麼沒死啊 心裡的OS是這個啊 連勝文怎麼沒死啊 不要在那邊直一東 什麼S光片啊 什麼的 不要在那邊裝了啦 你裝什麼呢 我還要問你討公告 我本來就看連戰 看連勝文就不順眼了 看國民黨就不順眼了 就想說你們喔 罵的甘人喔 兩個大家看誰生死這樣啦 你講到面就好了 你講一大堆 不要再包裝了好嘛 你就說怎麼沒死啊 國民黨怎麼還沒解散啊 二十二我們政權怎麼沒拿回來 你那邊都不要一邊包裝說 哎呀這個什麼幾百萬面子的 那齁 我說真的 我說一句台語啦 這不是髒話 那叫人家在啦 你以為我們看不懂嗎 我還在那邊跟你很認真 在那邊解釋半天 你就說 我就是為了建立 最好是人到小家 不要跟連連兩個家家家的 那就是這樣啊 今天 剛剛盛風老師分析的 不就是這個意思嗎